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继续观看2012年第25届亚洲杯男女单打小组赛的情况 大家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刘诗文 现在出战的对手是来自韩国的石鹤靖 石鹤靖过去曾经是辽宁安山市的一名女儿 后来到山东进入山东队比赛 刘威 你对这个石鹤靖了解不了解 石鹤靖是从很小 因为他取得韩国国籍就要在韩国待八年 所以你想想他很小他就去了韩国 当时是从山东队过去的 这名运动员他在这个韩国呢 包括这个唐瑞旭两个人 他们都是大韩航空俱乐部的运动员 那么这名运动员呢 随着这个当时他是没有入籍之前 他不能打国际比赛 那么在这个大韩航空 就是待了八年之后 拿到韩国国籍之后 等于是参加这个国际大赛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 那么随着他参加比赛 他的这个心理的提升 包括他技术的提升 应该说在近期 他还属于是一个上升阶段的这个运动员 那么刘诗尔今天对到他呢 应该说在这个相持阶段 这个石鹤靖呢 他属于是快攻型选手 他两面就是反手正手 他的这个能力 相持能力非常非常强 那么在这个他的薄弱环节 应该说他是他的这个中间球 中间位的球 那么在碰到这个石鹤靖的时候 应该说对刘诗文来讲 心理上是一个挑战 首先这个对手呢 他不是说不费吹灰吃力 就能拿下的一个对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如何面对 对刘诗文来讲 我觉得就是应该做一些调整 那么现在是第三局的比赛 在这个第一局的这个比赛当中 两个人打得这个非常激烈 石鹤靖是以18比16的这个比分 这个非常紧张的比分战胜了这个刘诗文 那么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 刘诗文以11比5取得了第二局的胜率 那么在这个关键性的这个第三局当中 我们看一下两个人的发挥 谢谢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石鹤靖的这个得分是在相持阶段这个得分 得分代表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实力 那么一旦认为今天我的相持 我能赢他 相持我能打得过他的情况下呢 会在前三板呢 减轻这个自身的压力 我们下一次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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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底线长球呢 施贺靖直接得分 偷长得了好几分球 在第一局17比16领先的情况下 就以偷长一季发球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谢谢大家 我们看刘诗文的这个 在打起相持来 他对于压住这个十何镜的中间这个球 总是想一板得分 其实呢 他这个在相持阶段 他应该理性的认识到 如果说跟他打这个两面的相持的话 不如就是 凡是十何镜不侧身的情况下 就以压他中左中右为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战术 但是呢 不能侥幸心理 就是一旦给到中间就能得分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刘诗文这名选手呢 应该说碰到可以跟他有所抵抗的这个运动员 其实未必能赢他 但是呢一旦碰到可以抵抗的运动员呢 应该说刘诗文都有点 就有点好像这个心理发紧 出手不是很自信的这种情况 这个球呢是刘诗文的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特点的一个球 快速进攻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个球刘诗文是以速度压倒对方 调动对方取得了这两个球的胜利 这一局 刘诗文以11比8取得了第三局的胜利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12年亚洲杯乒乓球的比赛 这是在广州批行的 比赛场地是在广州天河体育馆 现在大家看到的教练是颜森 这是秦志杰 他们都是过去的中欧队的主力选手 现在都担当教练 这位是韩国同胜队的教练 由于刚刚市平赛比赛结束 所以各国和地区都派出了相应的运动员来参加比赛 因为是亚洲杯 所以水平是最高的 公国队女选手是刘诗文和武阳 男选手是王立琴和许心来参加比赛 总奖金是10万美元 现在刘诗文是2比1领先 在第一局的时候刘诗文先是16比18输掉一局 然后在第二局是11比5返回 现在是第三局11比8 那么刘诗文2比1领先 现在进行的是第四局 请不吝点赞订阅 今天的比赛呢 广州体育局是采取了免费 大家可以领票来观看比赛 这也是采取的最新的办法 因为以往很多重要的比赛 由于卖票呢 可能卖得不错 但是呢观众并不多 那时候采取了连续亚反手 然后变中路的办法 变中路的时候呢 是变中路偏正手的位置 这样效果还是不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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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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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杯比赛也是亚洲的各国家和地区最多一个国家派出两名选手参赛 一共是16名运动员分成四个小组 然后每个小组取前两名前八名进行单淘汰的比赛 根据中央电视台预先的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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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 观看 关键球处理 刘春也在想发什么球,然后怎么接,怎么打 这球发到了中路偏正手,这球好在什么地方 中路偏正手是右手横板的一个不太好发力的一个点 也算死穴了 对 好 好 好 下面是该石鹤镜发球 我们看石鹤镜是用反手发球还是用正手发球 好 这个球给的角度太大了 刘春回球的落点也不错,有点偏他的中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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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机会球 出乎刘诗文的意料 他没想到这个球这么高 对 因为石鹤镜它是两面套交 像中国运动员 像刘诗文正手是狂飙 反手是国外的套交 石鹤镜是两面都是套交 他过来的这个球特别顶 反手旋转球了 好的 刘诗文这个反手上手的时候 非常果断 这是阎森 曾经获得过世界男子单打第三名 相持起来以后 双方实力都不错 刘诗文更快 石鹤镜护台面积更大 从底片上也可以看出来 双方差不多 关键球处理 拿起来 这个球弱点还不错 他这个偷偿呢 是刘诗文被刘诗文算的 他已经在那挡着了 因为第一局食品以后 石鹤镜就有两次得分 直接得分 发这个反手底线长球 所以刘诗文呢 在那儿等着 拉过去的质量比较高 漂亮 这看出来了 这就是中国运动员 曾经训练过 所以石鹤镜就可以看到 他这个 相持能力 中路能力很强 你看这个球 刘诗文力量很大 去照着中路去了 但是他非常好的 有一个侧身的动作 是三平 又换过来正手发球 站在反手位 还是半高抛应该 半高抛发球 拉起来了 又说现在坚持上手 还是对的 但是刚才这个连续跟失误了 那这个什么原因呢 这个失误 它的这个位置不是很合适 那一张开 对 相持了 你看前面这个 吃会用反手都没问题 对 你看到这个时候不行了 对 这个乒乓球所谓的想输怕赢 不用你使劲去想 你一闪念 马上就能在手上体现出来 想赢怕输 漂亮 这个球流行非常果断 有时候教练是不是不一定非得看你是胜还是负 关键看你在场上的表现 不 所谓的这个表现 蔡老师 您指的应该是一个精气神 对 对吧 精气神 精气神作为赢球三要素 应该说是在守卫 在守卫 你首先你赢球要有一个赢球的样子 是不是你今天你今天一点都不在状态 没有拼劲没有斗志 你怎么能赢对方呢 是吧 这个所以说这个 呃一方面呢是要有一个这个昂扬的斗志 其次呢你要合理的使用你的技战术 但是你也要想到这两点对方也能做到 那对方也做到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临场 我刚才说了这个乒乓球比赛不可复制性 每一场球跟每一场球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在动态当中的 它是在就是变数很大 那么就在比拼两个人的应变能力 对 谁更快 谁更强 对 首先是思想要想到它的前头 动作要做到它前头 而且还需要有胆量 15比14 这又是关键球 漂亮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第一板非常的稳健 你可以看第一板过度很轻松 给刘淑仁的中路 你看轻轻的给了一栋路 然后做好第二板杀得准备了 现在从这个现阶段的这个比赛当中 我们看石鹤镜的这个战术非常奏效 就是你刘淑仁不动 我打你中间 你一旦动 你一旦侧身 我就给你正手大脚 这一点呢 确实是发挥了他这个身高 就是刘淑仁的照顾范围没有这么大 从这一点上得了不少分 这个球很明显的手软 是一个机会球 石鹤镜没有抓住 刘淑仁以3比1取得了整场比赛的这个胜利 但是这个胜利啊有点来之不易 这个两局的这个这个比分 都以非常高的这个比分 两分才以两分胜出 所以你觉得石鹤镜这个 从发展趋势上 是不是应该说 对中国队的威胁还是比较大 嗯它是有威胁的 你